哈喽 介绍一下 我们结合国小的自然科 太阳的一个 观测的这个单元 其中 有提到 太阳能板 它摆放的一个位置 摆放的一个偏向的角度 要配合太阳 一年四季 它 运行的一个方向 来摆放 才能够发挥太阳能板 最高的效率 那这个部分呢 可以再做一个境界的应用 就是做最日的一个 太阳能板 能够最日的太阳能板呢 当然可以获取最大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效率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装置 好这个装置呢 它底下是一个 四伏马达 上面有两块的一个 这个太阳能板 那两条讯号呢 回到这个 aduno这边来 那透过呢 这个四伏马达呢 来转向 那如果说 偏向某一边 太阳偏向某一边的话 那这个 太阳能板 就会做一个转动 好那现在做个简单的示范 其实程式已经启动了 好今天我拿一块板子 随便呢 把其中一块把它遮住 好 那我遮住右边 所以太阳能板呢 往左边偏了 因为呢它要找到一个 比较恰当的一个位置 光线要比较亮的位置 好把它移开好 好那因为现在今天呢 是阴天了 没什么太阳 所以基本上它现在就不会动了 好那我把它 敲回去 好这另外一边 它会追回去 好 那呢等一下呢 我会用这个 关心用的这个光笔 这个光很强 来做 来模拟太阳 来模拟太阳 好假设呢 我的这个光啊 给它打在 右边这一块 那你发现它其实就会 就要这边 也就是说 这边获得的光的一个 能量比较强 它会追这边 好那如果太阳 是偏向另外一边的 它就会转向另外一边 那一直打到两边都平衡位置 一直打到两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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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